还原案发现场揭秘案情真相 欢迎收听大案纪实2019正义人间 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今天为大家讲述一起曾震惊全国的运超车结案 198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 湖北沙阳县李氏镇卫生院 住进来一位年轻的病人 这位病人才21岁 得的是肺结核病 肺结核现在来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疾病了 一般的医院都能够治愈 可是在当年 这已经是30多年之前了 这可是大病了 很多人就因为肺结核丢了性命 在这个卫生院 有一个刚刚从卫校毕业的护士 叫陈龟峰 负责对这个年轻病人的护理 陈龟峰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她发现这个得病的年轻人 整天愁眉苦脸的 就对他多了几分留意和关心 那段时间病人不多 陈龟峰只要一有空 就坐下来陪这个年轻的病人聊聊天 陈龟峰 以为他是对自己的病情过于悲观 就耐心地开导他 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要是积极配合治疗 肯定能好 不至于这样 慢慢地把这个年轻的病人就给感动了 他呢 也开始开口说话 并且时不时地就流露出对陈龟峰的感激 这个年轻人叫谢先荣 1966年出生在沙阳县李氏镇 一个农民家庭 之所以取谢先荣这个名字 是希望他长大之后 能够给家族带来光荣 可是啊 谢先荣还没长大呢 就开始爱干坏事 1983年 谢先荣因为盗窃罪 被沙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1987年 谢先荣提出上诉 沙阳县人民法院 以1983年对谢先荣判刑不准 把他释放了 刚放出来没多久也赶上倒霉 就得上了费结盒 住进了李氏镇卫生院 刚被抓进去的时候啊 谢先荣还没成年呢 四年之后走出高墙 他变得沉默寡言 不愿意跟人交往 面对陈规峰的细心护理 各种各样的宽慰 谢先荣是感动不已 可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他这心里边啊 就有深深的自卑感 在一个午后 俩人再次聊天的时候 谢先荣把自己过去的一切 毫无保留的告诉给了陈规峰 原本谢先荣心里边也想 哎呀 我告诉他这些之后 陈规峰会不会看不起我呀 可是陈规峰说了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只能说明你的过去 你现在敢于说出来 说明你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对 只要你以后堂堂正正的做人 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这一席话 感动的谢先荣流下了眼泪 谢先荣从小就渴望 得到别人的尊重 终于在陈规峰的身上实现了 后来这俩人呢 交流越来越多 两颗心呢 也就慢慢靠近了 从此陈规峰 完全忽略了谢先荣的过去 相信他会弃旧从心 可是内心的阴暗啊 如果不时时的清扫 如果不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 那他会冷不丁的死灰复燃 那回住院 谢先荣因祸得福 拥有了美好的爱情 尽管他心里边有自卑 但更多的是愉悦 这时候他暗下决心 我要重新做人 不能辜负 龟峰对我自己的一片真情啊 1988年 湖北京门市某公司到沙阳招工 谢先荣呢 就成了该公司的一名货车司机 1989年 俩人结婚一年之后又生了一儿子 1993年 陈闺峰调到了京门市 从此啊 俩人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 1994年 谢先荣在一场交通事故中 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惨剧 因此下岗了 1997年 陈闺峰发动自己的娘家人 跟大伙东借西借 借到了十来万块钱的现金 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 夫妻俩人就商量着 没正式工作 开出租车 不也是一种正当职业吗 这让谢先荣啊 再次对妻子充满感激之情 当时 住院的时候 任陈闺峰不嫌弃我 现在出了事了 穷困潦倒 他又东拼西凑 给我买辆车 跑出租 也不嫌弃我 这辈子再混不出个人样来 有一辆桑塔纳 那可不得了 真比现在趁一劳斯莱斯 这脸上还有光彩呢 那就是豪车呀 那时候老三样嘛 桑塔纳 傅康 捷达 夏立都算豪车呢 这黄光明和杨仁义呀 就把谢先荣这出租车呢 就长期包了下来 可谁知道 一个月之后 谢先荣这辆桑塔纳轿车 竟然被这俩人骗到了天门市 神不知鬼不觉的 做了银行的贷款抵押 那时候去银行做抵押贷款呢 也没现在审核这么严格 很多的漏洞 这一下子谢先荣的车子被骗了 十多万的亏空 怎么填补啊 这钱都是借的呀 怎么还呢 谢先荣是毁断了肠子了 是又愤怒又悲观 事情发生之后 谢先荣觉得无地自容啊 我媳妇对我这么好 这么多的亲戚朋友 这么信任我 把钱借给我了 可我现在 这叫什么事啊 好在亲戚朋友们 十分的通情达理 并没有催促他还钱 他暗地里边啊 也是时时刻刻的恨自己 怎么就这么没用呢 这一下子 谢先荣又成了无业人员了 一家三口 全靠妻子一个人的工资来养活 谢先荣又开始自卑了 人别的家庭都是男主外 女主内 男的负责挣钱养家 女的负责貌美如花 可我家呢 我媳妇出去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 问题他也不貌美啊 真跟如花似的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可别说 陈规峰啊 人这工作上 还真是让人提气 因为工作勤奋业务出色 已经被提拔为了医院的护士长助理 这一下子 陈规峰的工作更忙了 他也想 既然丈夫待在家里边 不妨呢 把家务事啊 料给他多一点 被晾在家里的谢先荣呢 这时候就感觉到 窝火也孤独 他把诸如接送孩子上下学 洗衣服 买菜 做饭 等等家庭琐事 就包下来了 这心里边啊 是一点做男人的底气都没有了 这是在二三十年之前 在那个时代啊 很多男的呢 都有大男子主义啊 说我在家干家务活 我这丢脸 没有做男人的底气 但放到现在 放到当下 这就没有什么 凭什么家务活都得是女的干啊 凭什么男的就什么都不干啊 再说了 过去一说啊 这男的干家务活 嘿 没出去 现在也说这男的干家务活 你看看人家好丈夫好爸爸 可见呢 整个风气啊 整个大伙的这种价值认同 也在不断的变化 咱们再说回谢先荣 一看见丈夫突然变情快了 陈规峰呢 没多想 而是一如既往的忙着工作 他竟然不知道 丈夫谢先荣的心里边 早已经失去了平衡 整天待在家里 谢先荣这心里啊 是充满了失落和仇恨 他忘不了害他的那两个骗子 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了了 找到了黄光明和杨仁义说 你们到底还不还钱 否则不要怪我不客气 黄光明和杨仁义也说 兄弟我们也没办法啊 我告诉你们俩 要不是看在我老婆孩子的份上 我早把你们杀了一百遍了 这话一点不假 谢先荣多次都动了这念头 想把这俩人给杀了 但他转念一想 杀了他们 被骗子车追不回来不说 自己也活不成了 丢下孤儿寡母 他们怎么活呀 出于对妻儿的考虑 谢先荣就一再的忍耐着 俩人听谢先荣这么一说 心生一计 我说兄弟 事到如今了 你就把我们杀了车还是弄不回来 这么着 你啊 不如跟我们去一趟武汉 搞辆车 再把你的车换回来 想到自己的处境之后 谢先荣头脑一热 就跟着去了 偷了一辆马自打脚车 很快呢 就被武汉市公安局刑警抓获了 谢先荣被刑事拘留 哎 这一下啊 可是把他的媳妇陈归风急坏了 这谢先荣当时跟我还打保票呢 啊 说这辈子再也不会干坏事了 怎么就又参与这些了呢 可是没办法啊 得救他呀 陈归风又赶紧四处求亲告友 凑足了两万块钱 交了钱 谢先荣呢 便因犯罪证据不足 被取保候审 人虽然是得了自由了 可是又白白的丢掉了两万块 谢先荣感到心痛难忍 这心里边啊 更加的愧疚难安 从这以后 谢先荣的心思啊 就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换 有一天因为一点小事 谢先荣和妻子大吵一架 然后离家出走 他这一出走 陈归风都愣住了 怎么回事啊 这是啊 丈夫平时对我连重话都不说一句 啊 怎么这就顶两句嘴走了 好在一个多星期之后 丈夫回来了 心情很好 完全不像是吵架 离家出走的样子 陈归风 就把这些疑问呢 忘得一干二净 毕竟俩人感情非常好 回来比什么都强 他见回来之后的谢先荣啊 又包揽了所有的家务 陈归风呢 就有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的谢先荣已经成了一个职业犯罪者 做完每天的家务事之后 谢先荣就开始研究地图 研究发生在全国的大案要案 研究各种各样的犯罪技巧 丈夫的这些爱好 并没有引起陈归风的丝毫警觉 估计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啊 研究地图 看看报纸 看看大案要案 这要放到这个年代 他肯定就是天天的盯着大案及时听啊 所以我们所有听节目的听友的家属们 请你们一定要注意你们的亲人啊 他们现在这么喜欢听大案及时 哎呀得盯住了啊 2002年9月10号 谢先荣在湖北荆州市 一连坐下了两起大案 先是开枪杀死了一名司机 抢走他的桑塔纳轿车 然后开车抢劫某大学财务室 打伤了两个人 抢走新生入学报名费2.34万元 然后成功逃离现场 回到京门 那几天 陈规峰并没有发现 丈夫有任何的反常表现 仅仅是发现 他平时最爱穿的一件灰色夹克 不见了 还问过他 哎你那件衣服呢 谢先荣说呀 还出差时候 晾着被人偷了 陈规峰呢 也没深究 其实啊 这件衣服哪是被人偷了 而是行凶的时候 溅满鲜血 被他埋掉了 2003年3月的一天早上 陈规峰上班之前 对谢先荣啊 发了几句牢骚 儿子要买电脑 你这作罢的 总该想点办法 不能凡事 都指望我一个人吧 其实对于陈规峰来说呀 说这样的话也无可厚非 毕竟家庭 是两个人共同维系的 把所有的重担 全交给陈规峰 交给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 确实也不合适 人说两句也没什么 谢先荣啊 当时在荆州 不是抢到钱了吗 他这时候怎么会没钱 给孩子买电脑呢 其实啊 他这笔钱 没有用于家庭开支 而是拿去 买了一支冲锋枪 准备用这把枪 抢更多的钱 谢先荣 闷了半天 突然对媳妇说 等别人把钱还给我之后 我就给儿子买电脑 当天晚上 陈规峰刚刚下班回家 儿子跑过去就对他说 妈妈 爸爸刚才在厨房里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一个大男人 为什么会哭啊 陈规峰也感觉到心疼 赶紧过去 就问谢先荣到底怎么了 谢先荣支支吾吾的 什么也没有说 陈规峰不清楚丈夫的心理变化 但却发现了一个规律 那就是从此以后 丈夫的作息时间 改了 他每天把闹钟 定在早上五点起床 六点出门 晚上七点准时回家 周六周日呢 则在家休息 跟别人上下班一样 生活啊 相当有规律 陈规峰呢 就以为丈夫找到了工作 这心里边也暗暗的高兴 可谢先荣哪是找到工作了呀 他是准备搞一次大行动 为了保证绝对成功 他每天早上准时外出 到京门周边的荆州 前江等地方采点 晚上准时回家 然而 谢先荣的大行动 还没开始实施 警察就找上门来了 2003年8月5号 京门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员 通过指纹比对 发现谢先荣就是荆州910大案的嫌疑人 民警立即前来抓捕 谢先荣啊 却开枪拒捕 打上了一名刑警之后 望风而逃啊 令陈规峰瞠目结舌的是 刑警从他家阳台上 搜出两把手枪 90多发子弹 还有自制的冲锋枪消音器 倒车用的开锁 工具等等 面对刑警的讯问 陈规峰一再的说 不会的 不会的 他不是这样的人 在他心里 谢先荣一直都是个模范丈夫 他怎么突然会闯下这样的大祸 家里竟然还藏着 这么多的凶器呢 更严重的事情 还在后边 9月29号 谢先荣持枪 抢劫前江市广华工商银行运钞车 打死四个人 抢走现金 30多万元 一时间 全国哗然 谢先荣成了一个被公安部通缉的A级通缉犯 这时候陈规峰是心痛不已 他明白了丈夫那天晚上哭的原因 陈规峰也后悔 那天早上为什么要跟他说电脑的事情呢 不应该那么伤他的自尊心呢 他知道 丈夫在外边从来不花天酒地 为了节省家里的开支 他烟也戒了 酒也戒了 他深信 丈夫抢了运钞车 绝对不是为自己花天酒地 肯定是为了这个家 不仅陈规峰这么想 警方也认为 谢先荣的作案动机很明显 他抢钱就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 报答亲情 因此 他在没有把抢劫的钱款送到亲人手上的时候 绝对不会携款潜逃 他一定要把这笔钱留给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警方最终锁定了他的躲藏范围 于10月12号晚 在汉江的一条小船上 把谢先荣包围 可因为谢先荣 持枪拒捕 被当场击毙 陈规峰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沉痛的一刻 2003年10月12号 深夜11点左右 他来到汉江边上 看到了谢先荣 血肉模糊的尸体 陈规峰 当时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当场昏死了过去 谢先荣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 陈规峰 每每想起谢先荣的尸体 依然是悲痛万分 可是 陈规峰 也将心比心 不得不说 丈夫就是一个冷血恶魔呀 那些受到丈夫伤害的 无辜受害者的家人 又该是怎样的悲痛欲绝呢 想到那些受害者 和他们的亲人 虽然陈规峰 没见过他们 但他觉得 自己 要代替谢先荣去赎罪 一个星期天 陈规峰提着营养品 手里边捧着鲜花 来到医院 被丈夫打成重伤的 京门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副支队长于华 还躺在病床上 陈规峰向值班护士 了解了于华的伤情 于华的肝 肺被谢先荣打穿 陈规峰 不敢 更没有脸面 面对于华和他的家人 最后他把鲜花和营养品 托付给值班护士转交 陈规峰陷入了深深的悲哀 和痛苦的自责之中 他认为丈夫是为了他才犯罪的 是为了家庭 才犯罪的 假如他早知道谢先荣的这些心路历程的话 一定会说服他 放弃恶念 好好做人 一天夜里 陈规峰提起笔来 给京门市公安局的领导写了一封信 表达自己的反思和忏悔 他说 如果有来生 我还要嫁给谢先荣 如果有来生 我绝不允许他犯罪 我一定要引导他 一心向善 远离罪恶 把他塑造成一个 实权实美的好男人 其实啊 每个人在生活里面呢 都难免会有挫折 甚至是受到伤害 每个人在内心里面 也都有一个阴暗的角落 可是做人的底线要坚守 一旦任由邪恶的念头生根发芽 那么等待我们的 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谢先荣也许致死的时候 内心还一直认为 我是为了妻子 为了孩子才走出这一步 可是你不曾想过 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的妻子 孩子 家人呢 他们招谁惹谁了 而又是谁 让你自己的妻子 没了丈夫 孩子 没有了父亲 今天的节目 就为大家讲述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再会 节目最后 告知大家一个好消息 继大案及时之后呢 全新专辑 阿加沙的毒药 5月10号正式上线 以最专业的视角 带你重回经典案件现场 走入推理女王 阿加沙克里斯蒂的 致命药房 大家呢 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 阿加沙的毒药 即可找到新节目 同时我们组建了 大案即时 VIP群 您可以添加案件记录者 拉您入群 微信号就是大写的 DAJS001 大案即时首字母 加001 我会在群里呢 和大家交流 同时群里也会发送 各种各样的福利 新节目 抢先听啊 节目周边等等等等 我们在群里等你 节目的最后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为大家组织了 吕鹏大案即时喜马拉雅粉丝群 添加小助手微信号 DAJS001 也就是大案即时的首字母啊 大D 暗 A G J 10 S 加上001 就可以加您入群了 最近咱们非兴凡文化呀 又上线了一档悬疑推理有声剧 叫冷推理 小伙伴们呢 推荐给我听 没想到听了一集呀 就上头了 故事情节紧凑 演绎的呢 也挺生动 所以在这儿啊 也推荐给大伙 感兴趣的听友 在喜马拉雅搜索冷推理 一起加入推理大冒险 感兴趣的听友